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川普接着对北京放话 要求立刻解除所有美国农产品的关税 所以眼看着即将达成协议的美中贸易战 是否也会跟着破局了呢 以及人类史上第一次 两个拥有核武的国家开打 印度 巴基斯坦 他们互相结落战机之后 会继续演变成核子战争吗 请到三位来宾 带你快掌握天下大事 首先介绍的是 丹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的教授 黄切正 黄老师 大家好 民进党地委郭正亮 大家好 以及国安反恐特级专家李天多 大家好 我们就先来看一下 这川进二会第一天握手喊喧 称兄道弟 到了第二天风云变色 饭不吃了 这会也不开了 提前打道回复 三位来宾 看整个过程 是否跟你心中想的不太一样 有一点点意外吗 圈货差 意外是 意外就是 yes 有点意外就是yes 三位都觉得 好像不照剧本演出 我们来看一下 在会后记者会上面川普怎么讲 虽然说没有达成协议 但川普也没撕破脸 他依旧讲金针是个好人 是个人物 我们的关系 非常的温暖 他说 基本上希望 能够解除部分的制裁 他说北韩希望能够解除全民制裁 但我们做不到 但其实我是想要解除一些制裁的 因为这个国家有很多的潜力 北韩就说 美国对于解除部分北韩的制裁 如果解除的话 那北韩方面愿意在美国的监督之下 永远废除所有的核子物质等产生 那当中包括了不耕诱 但是美国要的太多 要的不止于如此 我们来看一下 在会前 原本国际监督预估 这个核内会议 至少应该会达成几个目标 包括可能会出现一个 类似像和平宣言的东西 再来北韩方面 应该会愿意销毁到 这个宁边相关的核设备 让外界都来检视 那美国方面也会解除部分的制裁 而国际媒体报道了一个说 破绝的主因是因为川普突然要求 北韩根据我们美国的情报 你们除了宁边之外 还有一些秘密基地 没有告诉大家 这些秘密基地 你也必须要提供给大家 让大家能够去知道 了解在什么地方 对于这一点 金正恩看起来是完全没有料到 川普会提出这样的要求 因为从接下来金正恩 不管是面部的表情 谈话的感觉 好像金正恩是完全有点愣住的感觉 所以先提到一下天罗哥 所有这些领导人在会谈之前 应该都有非常多的情报情资 会互相杀盘推远 你会要什么 我该怎么回答 但看起来金正恩是没有料到的 所以这一回有人说 美朝的情报能力是高下立判 你怎么看 我觉得不是单从情报方面去看 第一个金正恩没有料到他会提出这件事情 是确实出乎大家意料之外 那其实韩国北韩的那个到现在为止 他的掌控还是很隐秘 你说他已经曝光了安西里跟这个这两三个基地 我让你查 可是你再提出来这个的意思是什么 包括他们在开会当中 增加了一个人 两边人数的不对等 金正恩是一个非常需要安全感的人 当他觉得状况不对不好的时候 不弄了吧 其实在当天看完会之后 出来两个人在走廊上面散步 跟医会一样所有的动作 媒体就觉得说 金正恩的表情比较 没有第一次来的舒服自然 对 他第一次去的时候 基本上我觉得他这次去跟大陆方面 习近平见面的时候 应该之前就做好了撒旦队演 有哪些东西可以让 哪些东西不能让 那这个状况是掌握 双方来讲谁都要一个主动权 那川普也是这个样子 那我觉得川普临时提出这件事情 情报团队提出来 他也没有把握完全确定 只知道还有秘密基地 我个人的研判 他的秘密基地绝对不止这一个 至少还有三到四处 没有曝光 国际媒体讨论过很多次 都应该说北韩还有 对 所以金正恩怎么会没有料到 川普会突然不按牌理出牌问一下呢 他不按牌理出牌 他要求他跟他提 不按牌理出牌叫他这个 他应该可以逼吗 你逼了这个我就听你的吗 他没有料到是一回事情 但是最主要的就是 我觉得川普 川普不希望他不希望成功 你说川普其实不希望这次核内出现一个和平宣言之类的 他从前面开始的讲话 都有留意 都有留意欲 包括蓬佩奥的预防针 对然后到后来真正的决定的时候 但是他又没有把他锁死 留到后面 所以他们两个中间的问题在这里 三个人嘛 一个金正恩他没有连论与否的考量 他可以好好的干下去 习近平也没有嘛 唯一一个是川普嘛 那我们看你怎么出招嘛 所以你觉得这是川普可能 心里头本来的算盘就是说 这次不要立刻达成目标 接下去还有机会慢慢谈 之前他是希望有一次很亮眼的 可是等到蓬佩奥出现的时候 提供的资料的时候 又拖不过军方的 军方的强烈要求 所以临时才决定那怎么办 就这样子把他切一刀 但是不要走死做死 但虽然说破了局 但不要完全接下来没有这个局 对 我也跟你请教 我也跟你请教 那接下来会怎样 其实在之前推特的时候 川普就已经透露 我们期待第三次 但现在他说 第三次我还没答应 所以态度变了 那我们要问的是两个狂人 接下来回到自己国内 会如何一些动作出现 北海会设佩戴吗 美国会开航母去吗 不这个叫做谈崩了 目前是还没有到谈崩的阶段 事实上你看那个事后的回应 大概只有安倍最高兴 安倍说这个烂的灵缺误滥 是 他又有角色了 那其他人事实上基本上还是肯定是往前走 至少大家都把底牌讲得更清楚 所以还是朝向建设性的解决了 不过我是说完全从谈判的角度来看 他不想川普急着在这个时候见面 本来国内就有很多人反对了 因为通常是要水到渠成嘛 领导人只是做个仪式而已嘛 所以你刚刚提到那几个 坦白讲那都是谈好的啦 什么和平宣言啊 那林边废除啊 那我部分解禁啊 这个应该都是谈好了啦 可是就是说 川普为什么又临时加码 那显然就是国内有某一派的人出示了有一些军情的情报 那他觉得严重到他不能不提出嘛 当然是这样嘛 可是你时间已经定了 你又不能不去见金正恩 那这个不是怪你要怪谁呢 时间定没办法 因为自己国内的状况也不太好 那你就很奇怪 柯恩要出庭他刚好这天就可以 分散媒体的报道篇幅 我觉得你如果只是为了要躲柯恩 那也太 会不会把这个事情看得太小了啦 这事情蛮重要的 所以我是觉得 是他一开始就定说要跟金正恩见面 而且 那个时间点大概就 离中美谈判大概一个月 他就宣布了说我要见 然后后来大家本来不是期待说 他大概见完金正恩搞不好还见习近平 那个时候大家也乐观嘛不是嘛 可是就是金正恩这个时间还是已经 敲死了 那敲死的情况就变成是 他跟中下街 北韩在接触的过程包括他的国务卿 金正恩蓬佩奥 他们都没有提这议题 那北韩当然会觉得这些议题 基本上是这次不处理的嘛 他办法就是这样啊 所以我有那一件跟天罗哥其实也有些部分是雷同的 就是 时间定了必须得去 但这十几点 军方或者是美国一派人就提出了北韩那些顾虑 所以川普也不得不在这一次的会当中把他提出来 我觉得每次谈判啊 谈判上都有他的聚焦啦 那这个情报军方不可能是现在才发现 而是 军方一直没有跟北韩谈这一点嘛 所以川普就不认为这个是议题内嘛 可是后来军方可能做了一些评估啊 这个我们并不清楚啊 觉得这个不谈啊 太严重了 所以我觉得川普后来是被说服了 其实刚刚天罗哥就提到说或许川普的心理在这一次的川军二会 也本来就没有希望他能够完全的沉 当中有一个可能因素就是北京 因为接下来马上三月份他可能要跟习近平见面了 那我要问的就是接下来白宫是不是更有借口 来对于北京方面做某种程度不同面向的一个施压 另外我要请教的 金正恩如果他就像川普所讲的 我要求你公布其他的一些秘密基地你不提供 代表说你之间喊契合也是喊假的嘛 要不然有什么好不改公开的呢 其实我们从传统建制派的角度来看 刚刚郑亮兄说的没有错啦 领袖峰会基本上是全部瞧好了 所以才请领导人出面 大家握个手切个字举个杯 然后就搞定了 不然的话你还没有弄好 再请老板出来基本上可能有一个风险 有一个风险 这个风险在哪里呢 就是留最后一里路啊 来让老板收割 或者是极为困难 没办法拍板 谁都没办法决定 只有领导人下一个决心说 好这个事情这样也可以 就是说要到他的层级才能够说定的 留给老板 不过金正恩要有所预期 这个就要比如说美国跟习近平谈判 那下面都搞不定了 那最后由川普直接跟习近平谈 可是习近平知道那个是议题之一嘛 我觉得这次给我感觉金正恩根本没料到有这个议题 对 美国啊 在谈判的最后一刻啊 临时提出新市政 对对 历历在目啦 从古巴飞弹为戏 到攻打伊拉克 经常就是他手上握有某一个情报 那么大家都不晓得 只有他知道 然后到最后一刻摊出来然后群情哗然 那么 你可以说 那 怪不得金三胖 所以说在川境二会的时候 他们两个一对一的时候 川普应该是假的非常明确的 他一定有照片啦 地点照片或干嘛 你已经不能够狡辩了 对 应该是有这种东西 那么当然 那话又说回来 我个人还是认为川普希望 这个成局的 就是说这次是有协议的 为什么因为他需要这个成绩单 他除了需要这个成绩单 他这个成绩单还牵涉到另外一个 刚刚提到就是中美贸易的 后续 我们有没有发觉现在大家政治人物都满大胆的 对不对 12月1号延90天就是3月1号 但3月3号5号 就是中共两会开会 所以时间已经卡死了 所以贸易如果谈不好 两会的时候 杂音相对可能比较多 你前面又卡一个川金会 所以对川普来讲 的agenda 就是说如果我能够在今年 除了俄罗斯的问题 中东问题 焦灼以外 我在亚洲的部分 包括对朝鲜半岛 包括对中国大陆 都能够有 可以对国内民众交代的成绩单 这个对他来讲是需要的 以他现在的声望来讲 他非常需要外交成就 其实对于双方来讲 都是希望有成绩单的 对 所以因此在这样的前提之下 没有成 三位来宾就觉得 相对比较意外一些 我们上一次川金一会的时候呢 有把这两大狂人做个PK 我们这一次呢 依旧维持传统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次 我们从两个人见面 到结束这段时间 不管是面子里子 或者是国内或国际的声望 来做一个评比 请三位来宾帮我们看一下 就面子的部分 你认为 真上会面 金针比较有面子 还是川普 帮我们举个大头 怎么看 我们再来做个讨厌 大头 对大头 川普或者金针 谁比较有面子 从头到尾 从头到尾 对 面子啊 面子 至少不管在国际的媒体的聚焦度 或者是谁的表现比较好 两位认为是金针 老师认为是川普 那算是金针恩小胜 天多关 你的原因是什么 我认为金针恩 这是他第一次坐火车这样出访 而且除了中国之外 到越南 所以他不管对内也好 在国际上也好 都得到了他要的 注目的焦点 这是他最希望的 因为以前我就讲了他最大的希望就跟美国平起平坐 上一次的会谈很好 这次不管怎么样 他都没有丢分 可是我另外一个问的角度就是 本来这些美国爱想 川普过往跟一些强人一对一见面会谈的时候 总之会出其不意的让步很多 但这次川普没让 有些美国的评论还解的说川普这次还硬起来了应该是有加分的 川普加分的部分 川普加分的部分我没有去仔细研究 可是你看川普 在两次 碰到金针恩的时候 他的表情跟他的肢体语言动作 充分显露了一点 他还蛮英雄相习的那种感觉 他有一点他有一爱爱的 所以他对金针恩来讲他并没有太大的坏话 他也知道没有办法把他逼到死 可是 这件事情刚好给他有一个借口 让这个会破了 下一次再来 因为 摆在后面他的同学们他的这些东西更险峻 他手上的牌块 已经快到底 手上的牌已经快到底了 所以 金针恩的牌不能再丢掉 也因此我们看到就算会后还是觉得说 金针恩是一个蛮温暖的 跟他之间的关系是不错的 保留住金针恩的面子 有人说就是因为接下还有一年的时间 川普要再次竞选到白宫连任这段路上面 还需要金针恩的助攻 是因为这样的考量吗 伟员 我觉得小国见到大国领袖 只要没输都算赢 那金针恩 至少到目前为止的表现 让人家觉得他也是想解决问题 他并没有破局 并没有破局 而且给人家感觉是川普临时加码提出新议题 这个不是金针恩犯的错 不能怪金针恩 大家不会这样看 所以我认为他是得分的 就说我准备了 我和平宣言愿意答应 拆除铃免我愿意答应 那你给我减除部分管制 那你不提供所有的秘密基地 这样会不会有觉得 你之前觉得要承诺 那个是美国的要求 他从来没有 主张过 C comprehensive comprehensive是美国的要求 那照理讲美国就要在谈判的过程中 准备适当的资料提出你自己的议题 结果你没有嘛 你是知道 总 领导人级的会面才突然丢这个议题 那让人家触不及防 好 所以面子部分还是金针恩小 居于上风 理直的部分呢 在我来宾怎么看 就实际层面上来讲 这次的会议 虽然说 没有任何实质 签下任何的协议或约 但是对于实质上来讲 你觉得对谁比较帮助 金针恩还是川普 金针恩 三位 还是都认为金针恩啊 什么原因啊老师 你的说法 金针恩是一人说了算 所以理直在哪里啊 由他来决定 他讲有理直就是有理直 这是第一个 跟川普不对等的地方 另外一个就是 金针恩并 他我们知道他迫切需要 打破一个缺口 让 金流或者是 或者是经济发展 对他的改革开放 能够有一点 帮助 你看他到各地去参访 他自己关注的 产业 他在 参考越南跟中国模式 他在找寻自己的 朝鲜模式 我觉得他念之在之的 他最要的东西是能够 为北韩的经济找一个 突破口 而这一次 他没有让步 是不能够把他手中的牌啊 打光 打光 所以 他理直要顾住 我觉得是这个 那刚刚 即便没有说 争取到解除 部分的制裁 他也没输 对因为那就是他的本 另外一个就是 刚刚大家都提到了 他不用选举 所以真正急的不是他 那么今天朝鲜跟中国大陆领导人 都没有任期制了嘛 那川普明年就要选了 所以对他来讲 这个是一个 还有东方人看历史的角度 好像不太一样 就是说可以慢慢 细水长流跟你玩 那么所以他一旦 实质的东西 丢出去的话 或失去的话 对他长远来讲发展不利 所以我觉得他理直保住了 所以底气不能够泄 面子理直三位来评认为说 金正恩这回还距离上风 虽然说在媒体上面呈现出来 好像金正恩突然当时一下子 有点愣住的感觉 那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 回到自己的国内 又如何去做一个 原厂或说话呢 我们回来聊 一场没有协议的川金二会 对于金正恩跟川普他们两个个人 回到自己的国家之后 他们的声望能够提升多少 如果说拉抬自己在国内的声望的话 三位认为 金正恩跟川普 谁可以比较打到目的 来看一下 还是金正恩啊 好 金正恩目前为止 如果不补国际化已经完胜了 我请教一下天罗哥从情报的角度 因为我们知道在二会金正恩出发之前 在朝鲜有一个报道 就是一共肃滩 70人左右 还有人是被当街处决的 有人说这个 有可能是要展现他反贪的一个决心 另外一方面也有可能是 在北韩境内 有些人对于金正恩这一两年 走的这个跟文在寅跟川普这么近 好像跟他们北韩本身的 从小的认知是不一样的 有人看了不是那么高兴 所以反动势力蠢蠢欲动 也因此金正恩借此处决来杀鸡儆猴 那你觉得这一次 被川普摆了一道之后 身边策反能会更多吗 还有 他怎么样去 致援其说回到北韩 我觉得他在国内 速滩的这一部分 除了 中国大陆的这个做法以外 沙鲁地的做法 都给了他很大的启示 所以 速滩 就如您刚刚讲的 是一个手段 而且像以前一样杀鸡儆猴 杀鸡儆猴呢 这一部分 在牵涉到他的政策的部分 譬如说 要 要解除这个核武 要去掉哪些 他在这一部分 确确实实 还是高压 铁丸 统治 那现在还是没有几个人 可是我们也注意到 在他身边的阁员 随行的人 换了不少 换了不少 这部分他也加速他的年轻化 这个川军二会没有达成任何的协议或签字 这个 制裁也没有任何的解除 会不会在朝鲜 半岛里面 对于反金银争的人更有借口跟你有跟反他 我觉得他 关键在于他回去以后跟习近平见面以后 谈的方式是怎么样 因为第一个 他在经济方面还有很多要仰赖 中国大陆 第二个 对国内来讲 他的控制 跟 残杀的手段是绝对不会手软的 第三个到现在为止 他并没有大规模的开放国外的进 国外的进来 然后加上他跟南韩 两边的和解 原来国内的异议人士跑到一个 韩国一个日本 那现在南韩几乎已经不可靠了 跑到那边还是照样死路一条 顶多跑到日本 那日本 从过去到现在 我们所有掌握北韩的情资 根据他的这个 脱北者 脱北者的层次都没有到相当的层次 他在高层次的掌控 稍微有一点不对 杀无赦 不会想到这次即便是没有任何的协议 影响到任何他政权的稳定度就对了 那川普呢 请教老师 川普回到自己国内 有没有一个交代 因为 如果大家如果当天看 川青二会的转播的时候 你给他遥控器转到CNN 当地是美国晚上的时间 也在谈政论节目 我看大部分的主题都在讨论 当天的柯恩出题的所有的内容 好我们来看一下 看看柯恩出题讲的些什么 柯恩还是在批川普是种族主义者 骗子跟诈欺犯 不过当中提到一个好像 比较稍微具体的部分 就是他拿出一张支票 说这是川普汇钱给他的 就是他之前带电 川普去给情妇的封口费 这川普就把钱还给他了 但除此之外 对于所谓的通俄门 好像没有提出任何 更具体的一些市政 所以有人说 柯恩即便在当天 占了很多媒体的版面 但对于川普 杀伤力也不会那么大 你怎么看 要从政治面还是法律面来看 如果说没有新市政的话 可能在法律上面 你没有办法对他做进一步的 这个处置或者是攻击 可是在政治面来想 这个Cohen那天的 这个在国会作证 你等于摆明呢 就是 我倒并不是说他那天讲的那几个词 包括他骗子啦 种族主义者 而是他在 他在听证会的当天承认他 前一次的作证的时候 欺骗国会 你每一次作证前都要发誓 讲实话的 这也让白宫更有借口讲吧 你怎么相信 一而再再而三说话的骗子呢 对 所以 他这个目前 柯恩的效果 政治效果是存在的 他效果存在是 让 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 还可以继续追打这个课题 也就是说他接触一点更多 如果说这次川金二会达成了某一个协议 一定会有相当的版面 去谈说 川普他个人在外交上面的努力 破除了从1990年代初期开始 朝核危机的这个恶性循环 找到了一个新的一个模式 那现在 这个协议没有达成了以后 大家当然会回过头来 即使是在核内的记者会 大概问到第四题吧 这个就马上 美国记者就 转问柯恩的问题了 所以 所以川普即使在核内都逃不掉 他回去以后 所有人都会追杀通俄门的问题 不会再去过多去 探讨说为什么核心 参政二会的问题 那委员你来看 这一次 感觉 川金一会 是给 川普的历史的一个地位 会垫的蛮高的 但二会破了局 好像外交也无法转内销 你怎么看 是无法转内销 还是说 他对于金正恩突然有个突袭的动作 觉得川普还 蛮聪明的 拉了民调 我觉得川普有一个两难 他不好处理 比如说 他如果要放金正恩一马 就是说你就拆岩边就好了 那我给你部分解除 那你怎么面对伊朗 伊朗 坦白讲人家也 还没做到原子弹啊 你就给人家 他进到这个程度 那 金正恩还有另外的秘密基地 你没处理了 那你居然给他做部分解禁 这个美国人很容易把他类比 可是问题就是说还有另外一种角度就觉得说 那可是 好歹北韩也做出来了 那他现在愿意把他最核心的部分拧边嘛 拆除 销毁 在你的监督之下 那你为什么不就 这一点先得到一点进展 这也是一种角度喔 所以我觉得他就这两个角度很难拿捏啦 就他如果放太松 那 你对伊朗怎么比照 你如果是 一定要 都不处理就一定要全面性处理 那 林边很重要 林边如果处理掉坦白讲 我认为 威胁大概解除了70% 嗯 那这个进展你为什么不要 那很多人也会觉得说 那你搞了半天 也没有解除 这样美国有得分吗 两个方法 路径都可能会有不同的结果出现 对对对 东西大外委员 因为这个现在目前周末 美国目前也是周末 所以还没有最新的川普民调 你来预期下个礼拜如果有美国民调的话 你觉得川普 在这周末度过以后 他可能是 走深还是走低 当然是走低啊 因为这个没有得分啊 这没有得分 我补充一下那个2月28号的时候 法国的冷梦世界报 他有一篇专栏写的 他认为 这是川普在外交上的败相 因为 任何内会谈的失败是川普入主白宫以来 在国际舞台上遭受最严重的挫折 那这个挫折让人家 回想到八个月前的呢 那北韩能够解决带来一丝丝的希望走进了胡同 不是这挫折是川普自己提出来一个新的东西 对对 他们 世界报的观点他认为就是说 金正恩在操作外交事务的手腕上操出了人们的想象 而且 他坚持 他坚持解除经济制裁的决心 让川普跟美国 外交卡单 那 有越來越多國際學者專家 對於川普這種 不按牌理駐牌玩到極限 本來示反川普的一些學者 也開始覺得 過去如果是美國總統 是做不到的 越來越佩服川普了 老師身為國際學者 你怎麼看這個事情 對啦 有一點開始佩服嗎 我先自我批判一下 就是我經常會看不懂川普的 所以很多令我的意外 但是 我覺得不是佩服的問題 而是川普他用 他過於自信 所以基本上這個佩服 是建築在一個不穩定的基礎上面 他並不是因為握有更多的實力 握有更多的證據 或者是有更好的手段 而是我覺得第一點是 他非常相信他自己的能力 我多對你講話 我對你極盡言語上面的俄語 跟奉承 但我要實質的東西 標準商人 可是當他使了這一些口惠以後 他實際上沒有拿到東西 我就不會有佩服的感覺 第二個 不按牌理出牌 你會搞亂所有的團隊 因為幫你去談前階段的人 不知道你的底牌在哪裡 你的底線在哪裡 或者是談好了以後你會變化 就是說你見到對手的時候 你會有所改變 那麼會讓自己的人措手不及 我相信那一天在河內的記者會 其實他只讓蓬佩奧就是國務卿 一個人上去幫他講話 如果所有人都在上面的話 我就高興了 為什麼 因為我要看每一個美方代表團人的臉上的表情 就知道親屬眼鏡了 我可以判斷 就是說在整個談判過程中間 可能抓到的一些主席馬跡 而且這些人未來 不管是什麼部的部長 以後他們再發表文章 你就知道他到底是不是川普核心的人了 對不對 我們來看 至於在國際聲望的部分 三位來賓怎麼看 到底誰這一次見面之後呢 稍微又比對方好一點 來看一下 金針是 好這次完勝 好對於國際聲望的一個形象營造 我們來看一下這張照片 金針在越南就是下了專業之後 上了車以後 搖下窗戶跟大家揮手 這個對於圍桿工作是個挑戰 好另外就是他的爸爸跟爺爺 大概作風也沒有如此 這樣跟民眾揮手這種東西 所以他可能要營造的是一個 可能是一個友好一個西方的一個形象 天多哥英怎麼看這個事情 第一點他的車是最後的時候 直升飛機直接運過去的 包括他這12個保鏢 這個是直升機直接運過去的 直升機從那個中國大陸裡面 直接的運過去 他是希望 以他的受教育的基礎 在瑞士跟所見所聞 他心裡面會有一個想法 一個憧憬 可是最重要的就是說 他要完成內部 權力的鞏固 所以在經過過去幾年 這樣一次一次的淘汰 換洗以後 第一個他已經完全有把握了 那麼我不認為就是說在北韓境內有任何挑戰的勢力 可以危害到他的 他的這個 你認為是完全沒有了 我認為是不存在的 那第二個他出來這一次 有一個很大的這個當年他的祖父金日成也曾經到越南來 那所以他的車開開來出去看的時候 為什麼選這麼一條這麼長的路 他在看這些變化 特別一個丹東一個這個西寧 這兩塊地方 中國大陸跟越南是怎麼個交往的 雖然中國大陸不可能跟越南有什麼好處 是怎麼交往的 我覺得 他很少出去 可是他很希望 看到這些事情作為 他國內 經濟改革的一個依據跟基礎 天主剛剛你剛剛提到一點就是他這次做專列嘛 專列 一路就是從中國的境內到了越南 這兩天 就是很多媒體都在討論這專列是如何的豪華啦 到底要如何保密啦 裡面的分辨都可以直接帶走 很多討論 當中只有一點 我看所有的學者專家無法滿足我的好奇心 就是他的專列始終開時速60公里 這到底是為哪狀啊 因為他 你要兩三天你可以開快一點啦 對不對 為什麼一定就只有維持60 維持60是 他的身體應該有狀況 他不能夠太快速的前進的時候 讓他感覺到一點都不舒服 而且他的那個火車頭還是那個東風的 東風5號 進了大陸立刻換了 我覺得一個穩定 他們完全是按照 按照金正恩的 需求 來做周邊的所有的service 服務也好 做什麼也好 完全按照他的 他不能開太快的話 表示他的身體有問題 好 我們知道現在回程的路上 這金正還是去見習近平 剛才老師特別點到 這兩天準備在北京要開兩會嘛 兩會期間習近平基本上是不太會去接見 外國的領袖到訪 那這次呢 還是要跟金正恩見面 所以說人家說這個是比較罕見的 我先提到委員 因為這次二會 破局 那你覺得 北京方面如何來設下一個戰略思維的一個底線 因為你可能在有些 像契合的議題上面你可能 被迫北京你必須要有一些表態或是跟華府站同一個陣線 我覺得這個破局我真的有點意外啦 因為川普大可以 把這個新發現的秘密基地作為條件式的要求嘛 所以你如果要後面繼續解禁 那你要處理這個問題 那這樣不是很圓滿嗎 對 那為什麼川普不做這個選擇呢 而且和平宣言也會出來啊 林彬也是銷毀啊 對不對 那我做部分解禁啊 那秘密基地我也在記者會上公開 說 這個如果不處理後續的再解禁沒門 該做而未做 是否其實心裡還有一個 這樣川普應該可以大得分嘛 他為什麼不選擇 這樣 所以我就覺得他跟中美貿易談判有點 你覺得有些 對我覺得問題是不是有些聯鬥 我就是說他 他事實上在記者會也講了這句話嘛 他說 我可畏是 中美談判也會發生的 你只要讓我不滿意 我照樣我可畏 我照樣離開啦 就是 以為 高峰會就會有結果 未必 只要不順我意 我老子照走 所以我是覺得他可能有這種思維啦 不然照理講這個 坦白說這個川青二會是很容易得分的 可是他 容易得分的卻 不要得分 因為他可能會想到說搞不好習近平就想說 我部分議題得逞就好了 不是那個最核心最難過的那個議題 中國就是死不放啊 比如說國際補貼 那個是很困難的嘛 我們有籃球場一個比喻 當罰球 可以罰進你不罰進 對 的時候因為你要搶來賣可以得兩分 你罰進你只有得一分 對不對 這個球場上有回這樣的一個思維 剛剛委員提到就類似像這樣子 他該的分沒的分 其實背後可能更大的是川普準備 要三月份跟習近平國招 把這當作是一個 不管是之前一個訊號或是煙消彈 老子你怎麼看 又走一艘險旗嘛 對不對 如果兩個都失敗啊 如果兩個都walk away 都沒分啊 那選舉2020 現在 其實 其實看戲喔 看得最爽的喔 我覺得就只有一群人啊 美國 眾議院的民主黨人 跟想要選總統的民主黨 目前已經宣佈要參選的人 因為川普 他我剛剛講他風險拉高就是說 他在 朝核問題上面這個協議是沒有了 那麼中美貿易的 地方他必須要虔誠 才能夠說 他替美國爭取到了什麼 而不是說下一次說我也 因為條件不好所以我也不要 那這個就是沒有爭取到任何 你反而讓 尤其是川普的聲望跟股市是直接有關的 是 所以你看喔川晶的協議沒有出來了以後 疊最慘的是南韓股市 如果中美貿易戰喔 不行的話 我看疊很慘的 應該美國股市大概是 是第一個往下跳 所以我覺得 他的把自己 也逼上了一個 風險比較高的位置 現在好像談判都是 居然剛剛講的嘛 先訂好日期 已經訂死了 回來做前面的東西 我覺得 我覺得以川普過去的經驗 以及他的工作 他是不怕談判破局的人啊 對不對 他談判佈局 談判還在嘛 下次再說 唯一的啊 就是剛剛委員已經稍微提到一點 就有任期跟沒任期的照片 有任期的人不是可以慢慢談的人 所以提到來賓這樣解析裡 就真的發現 川經會會破局 真的不是單單只是因為 朝美之間的關係而已 背後隱藏著 三月份 美中貿易大戰真正的細節跟內容 而且最近有幾個訊號包括了 就華為了孟晚舟 江南大這個時間點就這麼剛剛好 司法部批准 可以進行引渡的程序 有沒有任何的連動性 回來繼續討論 我們剛才聊到川經二會破了局 這背後是不是跟中美貿易談判到最後一底路 有一些連動性呢 剛才委員點到了這一點 而且很妙 就在川經二會破局之後隔一天 川普立刻在推特又出招了 要求中國大陸必須要立即取消 對於美國所有農產品的關稅 當中也包括了大家比較關注的 像美豬美牛 這些關稅 你都要取消 時間點 川普發推特 就在川經會破局之後 我先請到三位來賓 對於川普在中美貿易已經 協議好像快到最後簽約的階段了 反正就是說已經談得差不多了 就剩習近平去美國做簽約 但現在川普又提出這一點 先問 北京方面對於川普提出 要立即取消 所有美國農產品的關稅 北京可能會答應嗎 Yes or no 北京會不會答應 意見分歧 兩位說不會 電動哥說會 再問另外一題 川普 提出這樣的要求之後 再看到了川經會的這樣一個破局 本來三月底之前 習近平要去美國跟川普兩個人見面 這個見面會 也有可能會因此而破局嗎 yes or no 你怎麼看 會破局是yes 就是 習近平 那這樣問好了 習近平會不會去美國跟川普見面 會不會 yes是會 no是不會 會 兩位認識是不會 喔 那就轉變大囉 不會的原因是最主要是什麼呢 老師 第一個 這個協議我們不要講剛剛的這個臨時加碼的東西 光協議的本身 大家都曉得北京要讓步的比較多 才會談成 那麼 這個是川普要的東西 那麼所以在整個談判過程當中 包括平衡貿易 我們六大項目 基本上都是原來美國提出的要求 而北京有所讓步 然後雙方已經開始起草這個協議的文本 號稱超過100頁 所以我覺得 川普對習近平還比較好 對金正恩比較不好 因為對金正恩是突襲啊 已經坐下來的時候突然拿東西給你 這邊是已經在推特上公告全世界就是說 我的突襲先在推特告訴大家 我已經告訴你了 那我為什麼會說這一次 中國大陸的考量 第一個就是 今年是中國大陸建國70週年 他本身就沒有示弱的條件 第二個就是他讓步比較多的人 還跑去別人的國家 簽成下之盟的約 還要跑一趟 當然他可能是順訪 現在是說先到歐洲啦 然後再繞過去 可是 川普如果真的習近平到了Mala Argo 然後簽下去了 川普可以說 他來 簽對我讓步的協議 那個大約是幾月幾號 本來說目前說3月底啦 那所以 這個agenda政治日程排那麼緊 非常緊湊 我覺得對習來講是有壓力 而且中國大陸裡面本來就有學者講 就是說這一次 大陸讓步比較多憑什麼叫我們過去簽 為什麼一定要領袖來簽 為什麼要讓習簽下這個約 我相信我為什麼剛剛舉牌說No 是因為我認為習不需要輸這個面子 Lighthizer跟劉鶴簽不行嗎 一定要還是說有哪一個最後一理論 所以老師認為協議可能簽 但習近平可能眼前的局勢不會去 我覺得讓習去勉強 非常勉強 除非他有 經過其他的估算以後他要去 畢竟 習地位穩固是一回事 但是 習近平內部的挑戰很大 那麼這個協議要簽下去 本身對於中國大陸今年所受到嚴峻的經濟挑戰 是有關聯的 那如果還是自己去簽的話我覺得 對習來講有一點要求過多 老師這個解讀也很多政治上面去解讀 那個中國當年入市 就是2001年入WTO 就朱鎔基簽了嘛 為什麼不是江澤民 對不對 朱鎔基後來就變成擋箭牌 就確實那個中國內部有很大的保守勢力嘛 是反對加入WTO的 而且朱鎔基坦白講也做了 很大的幾個讓步 那那個時候 大家當然認為對中國不好 可是短空長多啦 其實我坦白講這次中美談判 對中國也是短空長多啦 因為中國你那個體制沒有美國來撞 根本不可能改啦 所以美國就長期來講是不在幫中國啦 可是就是說 短期內 因為你習近平一定被罵嘛 而且 剛剛我們教授講得很對啊 就是說 你去想一想嘛 你要增購美國的東西 然後你要打開市場 那中國的企業一定是先受衝擊嘛 所以你經濟一定先不好啦 那個進來投資你的沒有 股票可能會漲一點點 要短多啦 比如說 MSCI不是調漲你說從5%到20%嗎 可是這個不是產業面嘛 真的產業面我覺得一開始一定是被衝擊 委員這點我再加注一下因為 就在因為所有領袖級見面 基本上都要 營造一個會型的氣氛一個氛圍嘛 而且你不能一面倒的書啊 他剛剛講的是在說 你不能弄一個一面倒的書讓我去當李鴻章啊 他的意思是這樣嘛 你說一面倒的書 除了這個東西我再舉一點 來看下一個圖給大家看 就在這個時機點 除了美國說要求北京方面立刻取消所有對於美國農產品的關稅之外 加拿大 南配角 也配合演出 他們的司法部啟動了引渡孟晚舟的程序 那這個當然 很高的程度是配合美國方面的 那 這個東西再做下去 習近平 3月裡去的機率會不會更低 不過這個引渡也是可以訴訟的啊 也不一定立即會變成 真的 你不覺得這些總統竟然都顯示是川普的一個步驟出來嗎 就是壓力極大化 壓力極大化 下馬威啊 川普事實上 剛剛我黃教授講得很對啦 川普就是 籌碼沒有增加嘛 可是很會玩心理戰嘛 籌碼極大化 這也是其中一步嗎 就是心理戰 心理戰 不過中美談判因為他準備了比較久啦 據了解財政部那個Malukin手上 有一個150頁的備忘錄 所以很多議題都已經攤上檯面了 那只是說對中國人來講 我認為 普遍中國民眾是認為這一局是中國必須讓 那這個必須大讓的這種約 你要叫習近平去當李鴻章 我認為習近平會考慮很多 所以兩位都覺得不太會 不過我再問一下 上個禮拜川普才講 對於5G業者 他不會去禁止外國或是限制些什麼的 這個禮拜就看到了啟動引渡孟晚舟 這個你說完全是兩回事 也一般人解讀不會這樣認為 你覺得呢 因為5G美國除了高通之外啊 他的電信商 並不是他嘛 電信商是愛力清跟Lokia 那個不是美國的產業 所以美國只是說也許我不會標定哪一家公司啊 我就用安全檢查 那後面他還是有很多安全的標準可以來卡發 沒錯 兩位認為習近平 不一定 或者是比例沒那麼高的機會去 三月底之前跟川普見到面 但天鵜哥你剛剛舉的還是yes 原因是什麼 我剛我剛舉的時候 前面一個 我疏忽掉了 因為任何一個國家農產品都不可能讓步 而且要這麼樣 他立即 這這又是川普川普的習慣 立即要求你取 取消這個農產品的關稅 而且臨時加碼上去 就跟川 川金二會一樣的 臨時出這個狀況 我覺得他不太可能接受 但是 如何的把它轉換過去 到最後 習近平跟川普見面 我覺得那才是一個關鍵 習近平願意會跟川普見面 因為跟川普見面 兩個人談的時候 很多事情都很好談 現在不管是情報也好 各方面也好 看不懂的就是說 你沒有辦法掌握到他們兩個領導人所想 但是呢 他們兩個人絕對可以 私下的談很多事情 川普最大的特點 都是萬敗萬敗 那我想跟你請教家庭諾哥因為 川普 你可以說他是言而無信 你也可以說他是 非常極大化所有壓力鍋的一個 談判高手 如果 如果啦 假設我是完全假設一提 如果你現在是習近平身邊 依舊是做你的情報人員工作 最高領導人的一個角色的話 你會給 這個本來要去出訪的習近平 什麼樣的一個情質上面的一個掌握分析跟建議 你會建議他去嗎 當然去 你建議他去 只有面對面的時候是最 最好的解決方法 其他的 就像剛剛黃老師也說都說了 所有的談判這些其實 每一個國家都會碰到大大小小你要讓他談多久 都是準備好的一場 演唱戲跟政治秀 可是當你面對川普這樣一個人的時候 你下面所有的功能都失效 你不擔心說真的習去以後就同樣會發生金正恩跟川普見面這樣的一個突襲事件嗎 因為這個推特寫說禁止農產品這個 應該說取消農產品關稅 已經告訴大家他可能還有其他的招啊 對 那 習近平 應該是也會去接受 還是會去 你必須去 才會面對 面對說即便他提出來 我答應與否是另外一回事情 可是 能夠跟川普你看到現在為止川普講的 除了普丁他沒有見面以外 他碰到習近平 每一次到最後都是講他好 碰到 金正恩 兩次完了以後 還是說他還不錯 後面還可以留言 可是他對安倍 對文在言 就沒有那麼好 實力是一切 對 我們來看美中貿易戰會不會落幕 在不久之前川普在推特上面講說 他要延緩 原定3月1號提高關稅的時間 假設雙方都有 額外的進展 他會跟習近平在佛州 做一個高峰會 為這個所有的協議達成一個美好的一個總結 他有講到一個重點 額外的進展 這個額外的進展就是剛才川普我們看到在推特講的 你要取消對於美國農產品所有的關稅嗎 還是有其他的額外 所有的農產品包括美牛美豬 這個價碼要得很高 習近平啊 在馬拉爾狗第一次見面的時候 是吃甜點的時候被告知 說我轟炸其訊打了虛意 對 對不對 然後 第二次在 阿根廷的時候說 孟晚舟被抓 你這樣講對兩次都被小百一刀 我每次跟你 峰會的時候 你都有 讓我事前 完全沒有想到的 事情發生 你現在雖然跟我說美牛美豬 fine 但是 會不會在 某一些其他的局裡面 就是說我下一次去見面的時候 不管是孟晚舟的案件 有什麼新的進展 或者是有一個我們今天坐在這裡 大家都沒想到的事情發生 如果我們是做領導人幕僚的 我們事前都沒想的話 那根本就失職了 所以變成 中國大陸在這一局的話 就真的比較困難 相對來講 那個把握會比較少一點 尤其是你要說服老闆說 你就去吧 那個你去 兩個人見面 有什麼事情面對面大家解決 問題是習如果沒解決怎麼辦 而且收肉金中國是禁止的 美牛美豬都沒有開放 對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 你現在已經談了100多頁的東西 你要不要就給他簽下去 因為大陸 民眾已經被打足夠的預防針了 我覺得 就是大家覺得說 哎呀 這一局應該就是這樣讓 而且有一些開明人士 剛剛 委員也 也提示了我們 就是說其實大陸裡面 有一群開明派認為 被川普這樣衝撞的體制 是中國大陸 真正改革的契機 你要接受這個挑戰 這個叫倒逼改革 就是倒逼的意思 就是說 只有外部的壓力才能改 所以我覺得 川普到底要什麼 額外的進展 我把這些 目前談到的一些 點跟方向 再列出來給大家開箱 美中談判露出的曙光 之前幾個最主要增結的 包括了技術轉移 雙方現在取得的實質 實質的進展 但是沒有公布所有的細節 智慧財產權也是膠著的一個部分 大陸方面承諾加強保護 美國的智慧財產權 服務業大陸也承諾要加購服務 跟能源產品 農業的話 美國也 大陸方面也承諾 要加購農產品 來自於美國一千萬的 這些黃豆等等 匯率的部分 川普表示大陸已經同意 業主他們那個 人民幣匯率的一個方面的操作 我想請讓委員 額外的進展到底指的是哪一部分 有人說其實川普念字在字的 其實是人民幣 匯率 我覺得國企補貼跟匯率他都最在意 其他坦白說 比如說制裁權 有人就說光是訂 大陸的國內法是不夠的 更重要的是那個制裁權法庭 是不是可以設在第三地 比如說美國就主張到新加坡 中國最大的讓步底間是香港 那即使香港可以比大陸好很多啊 那我覺得那些都會有進展 可是國企補貼 這難度非常高啦 因為什麼叫補貼 比如說我銀行給比較低利的貸款算不算 像京東方那種算不算 這都是拿到國家的無限的資金啊 不然很多產業根本沒有辦法發展嘛 比如說半導體 面板 還有現在的5G 一大堆啦 所以 我不知道美國的方案是什麼 如果他要求的只是說 你要透明化 那也許這個可以談 那匯率據我了解啊 大陸能夠讓的也只有說 他未來如果要做匯率的調整 那他會把原因先告知美國 我聽到的也只有這樣 我不是說我不能做這個事啦 不可能 貿易戰背後最主要的核心 大家不斷討論就是科技 另外一部分 最近也有更多的一些文章分析認為是 美國之前跟日本在打貿易戰的時候 當時的廣場協議就讓日本的匯率從130 一路飆到了70幾 就是因為這樣讓日本後來經濟失誤了二三三十年 那美國有這樣的一個潛力在 他認為如果要大陸的經濟不要起來的話 匯率就最直接的一個方式 這個難度相當高啦 因為我坦白說因為中國匯率還沒有自由化 他海外就是我們講的離岸人民幣的交易市場 只有佔人民幣總市場的2% 所以事實上影響力 沒那麼大啦 所以美國真的要的是要他透明化 可是我跟你講這很困難啦 因為 他事實上也有一點盯著美元走啦 你也不能說他都沒有盯著美元 所以 到底是誰在操縱誰呢 比如說 人民那個 在中國的立場 他也會認為美國在操縱匯率 是啊 所以我是覺得 這個議題坦白講很難談啦 那簡單來說呢 中美貿易協議 這一次如果習不去美國的話 有簽的機會嗎 有 有 有簽的機會 有 雙方都需要 川普說 除了習近平之外他不跟別人簽 會改口到時候 變成是川普他自己也不簽了 讓美國的其他代表他簽 有這樣的可能性 當然有啊 劉鶴跟貓易代表簽就已經很大了 對 是啊 我們就看除了這之外 等一下還要帶您看 川普這次到亞洲有幾個 比較不太尋常 因為 川普出訪通常很少只去單一個地方一個國家 他可能都是 幾個國家做訪問 但這次只有去越南 那另外呢還包括了 這時間點 美國的軍艦又走到了台海中間 那美中台之間 又有話題了 馬上回來 川基二會川普到了亞洲 這時美國的軍艦又再次到了台海之間 來了兩艘 有人說這一舉兩得 一方面是幫川普撞下聲勢 另外一方面是代表挺台灣 好 對於這一個美艦再次到台灣 兩種完全講不同的聲音 給大家做一下 評斷 來賓也可以幫我們做一個 您怎麼看 香港媒體認為 美國軍艦 再次到台灣 台海 基本上 北京 已經麻痺了 所以你再來 效果也不如以往那樣嚇阻效果 不過國際也有媒體評論 你北京也是一樣 你每次都抗議然後交涉 到最後 美艦照來 所以你的抗議 也被看穿了 不過就這樣子 所以哪一方面的評論 稍微公道一些 老師跟委員幫我們做個評論 美國軍艦在西太平洋活動 超過70年 美國軍艦通過台灣海峽 又不是只有 兩岸以外的唯一國家 日本海上自衛隊也通過台灣海峽 那麼法國也有通過 所以 基本上我們先要有一個認清 就是說它是一個國際航道 屬於公共的 並不是台灣或者是大陸的內海 那麼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美國海軍有一個特有的名詞 叫做Frequently exercised maneuver 也就是說這個是例行性的 經常性的一個海軍的訓練的一個流程 那麼它也是從南海或印度洋 演訓完畢以後回到日本母港 經過它只要回日本 不是走台灣東邊 就走台灣西邊 機率50% 所以對於 我個人來講 它就是一個常態性的東西 有沒有政治宣示的意義 可能在兩年前有 第一次的時候 因為歐巴馬時期又很久沒有走 但是最近連續四個月 有四次 都經過 而且都是由南往北走 對我來講就是非常例行性的 一個 作用 但是在政治上面可以做不同的解讀 或宣告 在軍事上面 沒有任何意義 軍事沒有意義 但政治做 解讀 我跟你可以這樣看嗎 我覺得要看它是不是過 台海中線的西邊 它如果是靠 靠大陸一點 那就意義比較大 當然意義比較大 我估計它現在應該都是中線的東邊 那中線東邊坦白講 黃昌說講得很對 那就是國際海域 我們都會拿出來談 只是把它當做政治話題在談 就這個在軍事上 而且沒有違反國際法 就法律跟軍事意義都不大 如果是 中線西邊 那軍事就有意義了 就表示說我是對你有意見 那或者是說 他動作做很大啦 比如說還帶來一群 媒體記者在空中啊 往大陸那邊拍 那這個當然有政治意義 航母就有意義了 因為那是一個戰鬥區 對戰鬥區 我們來 但是這一年的時間 因為台灣有選舉 這個還是會被報導 因為這個還會拿出來講 大陸的外交部媒體都不斷的抗議 我要請教一下天鑼哥 解放軍也是有不斷的喊話 也是抗議交涉 但也沒有進一步其他的 更進一步的動作 這一種 你來 我抗議 已經是有默契了 也不用大聽小怪 但對於比較 大陸內部 比較激進的有民族情緒的一些人 怎麼樣做一個交代 他 第一個抗議是必須的 第二個有民族激進 情緒的人 對於 中國大陸來講的話 他要不要讓你抗議而已 他要讓你抗議就抗議出去了 他不讓你抗議的話 馬上把你一封鎖 你哪裡會出來 所以完全是一種 配合的演戲 講穿了就是這樣 叫是一定要叫的 叫看是誰在叫 程度 是由哪一個單位 誰來叫的 環球 就是表面上的一個 那你真正的要解放軍報 甚至於說 要讓他正式的提出來的時候 那時候可能背後有一點問題 一般來講 這個 就是一種例行 叫一叫 海韓 過了就算了 政治上的秀 來得比較大 好 所以軍事上沒有意義 政治上的秀 其實你看他外交部的措施 也沒有說侵犯我領海 對啊 不能這樣講 這真是一個秀啦 所以 除了軍艦以外 美軍的海上巡邏機 或反潛機 不管是P3或是P8 一年 我們就用陸委會的那個183 神奇數字來講好了 就是每一年 美國的這個電戰機 跟海上徵巡機 沿著中國大陸沿海飛行 超過183天 就一年有半年以上時間 他每一天 都在收集中國大陸的軍情 比這個軍艦通過台海的 次數頻率多得多 而且更接近 更接近中國大陸 軍事上面 其實說真的意義不大為完全的同意 但對於政治上來講是個秀 也一直政治人物或者是立委 當然會拿出來話題做 做質詢 但質詢對象如果是國防部的部長 他嘴巴講出來的話 或許就有一些 意義可以做解讀了 我們來看 這次世代立月 沿著發國防部長 面對委員質詢的時候 幾個提問他怎麼樣回答的 委員問 什麼條件之下 解放軍攻台 他的回答是 台獨或外力介入 這標準答案 第二題比較可以做延伸的來討論 有委員問說 美日 可能協防台灣嗎 台灣的國防部長說 當美方覺得危害到他的區域的時候 他 會來 國防部長講的是 美軍會來 另外日本的話 日本靠那麼近 當然 也有可能會來 國委員 這個你對於 國防部長這樣講 他的說法內容是 有所本 他應該知道 美國會不會來 日本會不會來 我們對可能幫助我們的國家當然不能說NO 所以就國防部的角度他 不會把他說死 那他用的是一個最廣的概念 就是區域利益 這個你有什麼好變 因為 區域利益就看日本的界定 比如說 台海有事 是不是屬於他的周邊有事 日本可能認為是 因為有一陣子我看過日本也討論過這個話題 就台海有事 釣魚島有事 都算周邊有事 那日本本來周邊有事就可以介入 那美國更不用講 因為 台灣 之所以會跟中國大陸分開就是第七艦隊介入的結果 美國本來就在其中 所以這樣的回答也算合情合理 我覺得合情合理 天努哥你覺得 有一點某種程度幫美日表態嗎 幫美日表態 我 我覺得國防部有時候很多方面他沒有辦法 你講區域安全的是小英講的 所以他部長必須呼應 然後日本 日本靠那麼近 他們前一陣子還跑到日本下地島去 說萬一台灣發生狀況 我們把那個 什麼飛機擺在那邊 可以做第二波的反擊 民進黨連這些招數都想好了 他希望日本靠那麼近 但是我不認為 我以一個軍人的角度來講 打仗絕對要靠自己 你有絲毫要依賴別人的心 那你就完了 問題是人家這樣問 每日可能協邦超過 博委員不會問這個問題 對啊 立委問 那個沒有程度的立委太多了 不過天努哥你來看 這是我們上次總統蔡英文 到隔魁蘇貞昌院長 都也可能是被迫的 不管是記者問或委員問 都有一個 戰爭的戰 這種訊號在裡面 拿了薩薄薄要去跟他拚 你對於這些訊號釋放出來 你有沒有想法 我 我非常不以為然 因為他們都沒有打過仗 也沒有真正的面臨到死亡威脅的 我們這一代的人 我在馬祖的時候是 只要單號一到那個炮彈就來了 誰聽過那個炮彈在你旁邊 10公尺 爆炸的聲音 我站在那邊頭抬起來一個彈尾片 這麼大的鋼在我前面直直掉下來 這上前一步就完了 誰 會有這樣的狀況 在那個瞭望燒裡面看 一個北炮就直接打進來打死 在碉堡裡面躺到床上也打死了 那一種 兵戰 胸圍 我們當軍人的一戰講就是說 絕對不要去挑釁 所謂的戰 因為 蔡英文也好 蘇貞昌也好 完全 到現在雖然國家在他們掌握下 完全不知道一個 一個軍隊 到底要 要有怎麼樣一個精神才能夠打仗 你光光叫國防自主啊 飛機啊這些都沒有用 軍人的基本精神 武德的素養 沒有了以後 再多的部隊沒有用 不能打仗 當然還有個第三題請教一下 教老師了 因為之前 也有人問過說 國軍會不會為了台獨而戰 我記得當時的回答就是 國軍屬於中華民國的 不會為了台獨而戰 不過這次 這個問法不太一樣 他說如果民進黨宣布台灣獨立 那國軍如何自處 他的回答是 國軍依照憲法 為中華民國台風金馬同胞而戰 核心價值絕對不變 這說法 文字是不太一樣 不過精神呢 精神我覺得還好 如果我當部長的話 我回答會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對 因為我只能這樣講 保護狀況民國憲法 第一個軍隊保護憲法 第二個 保護人民 這個 就是國軍使命啊 這個在每一個 我們部隊的中政堂 禮堂的 右邊 你坐在台下 你看右邊牌子上 寫的就是這個東西 我並不是這樣打是取巧 而是他本來就是這樣做 老實講你自己的兄弟姐妹鄰居被炮彈打了然後死了 你可能就是拿就起來拚 剛剛我覺得我們要分清楚一點 就是你在捍衛國家的決心上面有不同的表述方式 民眾反應比較不那麼好 可能大家是考慮到丘吉爾跟蘇貞昌院長的落差很大 所以用同樣的話語的話民眾會覺得很奇怪 或者是用比較酸的角度來看 我覺得要考慮兩點 我覺得今天為什麼他們會講這個話 有兩點我相信委員也聽到 也知道這個是 第一個大陸武統聲浪確實很高 不然習近平不會用那麼狠的話來講和平 他雖然他講是和統 但主要他是要 給武統派 有一定的壓力 表示說我都出來講狠話 你們不要再吵 這是我看到 就大陸的 認為海峽兩岸沒有別的辦法 只有打 解決聲浪 在過去一兩年確實有比較高 所以這是一個警訊 另外就是美國人 在看到中國大陸軍事力量崛起的時候 確實感覺到中國大陸 敢於 動手包括習近平自己是這樣 說招之急來來之能戰 戰之必勝 就是說中國大陸敢於用武的intention 他的動能變增加了以後 會善意的提醒我們台灣說你要注意啊 你要注意 我覺得是在這兩個氛圍之下 所以 我覺得 蔡總統或蘇院長他自然會去想 就是說 我們用什麼方式去激勵世界 他要再加一個 因為賴士寶就真的這樣問 賴士寶就真的這樣問說打過來了 你要不要到前線去啊 立場回答呢 對啦 拿著掃把也要站到最後 對 你好 蘇院長應該說我一定跟委員站在一起 然後不要回答去不去 對不對 回答太漂亮了 政務官的回答方法 真的需要像老師這樣的一個幕僚智囊團 對不對 我們來回來就看 很多事情就是 最擔心誤判 誤判這兩個字會造成 不管是戰爭的風險也好 等一下我來帶你看這硬巴兩國 他們的誤判就 姿勢體大 因為他們都有 核子彈 回來聊 印度巴基斯坦在過去這個禮拜當中 他們的衝突不斷的升溫 互相擊落的戰機 扶了對方的駕駛員 而且現在包括了德里 夢買 五個印巴邊界的城市 已經進入了為期72小時的戒嚴 老師在國際間這算不算是一個 戰 準戰爭的狀態 已經算是了吧 我覺得不是 還不算是 我 因為要看 因為戰爭高於戰役 戰役又高於戰鬥 所以你說兩邊 我們用WAR這個字的話 我覺得還 還距離還蠻有長 complex 就是我們叫做零星的衝突 零星衝突 或者是甚至 現在不能叫做unintended 應該說是 故意的零星的衝突 但是我覺得 這個武裝力量的使用 它是階段性的 而且很快會降溫 因為雙方都沒有要升高 或者是無限升高的意願 但是只是 我個人認為是有點出氣了 出氣 出一口氣 出氣 還包括了印度醫院選舉 這個部分等一下請教一下委員 不過當中 這個時間雙方都沒有意願要升高 但會不會有些意外的狀況出現之後 讓他誤判了情勢而升高 這部分就要請教一下天羅哥了 因為 任何一個誤判 一升高 這兩個都有核子彈的國家 你覺得現在最主要如果 這兩國的行政人員眼前的這個 局勢該怎麼樣去抓 應該不至於到 到想到動核武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呢 這兩個國家其實相互的了解程度都很夠 我們在印度有派人 我問過好幾個 好幾個 台灣在印度有派人 對對對我們單位 單位在印度有派人 那我問過中間幾任的這個派駐的人 他們很難打進印度的這個系統 但是 印度 對我們最大的幫助是什麼 他從印度的角度去看中國 大陸發生的事情 跟我們 傳統上從這樣子 中國這樣一路來 到台灣的角度上 有很大的不同 所以他們 針對印度情報單位 對大陸的一些情收的資料 對我們來講還蠻有幫助的 就是說 我們沒有思考到那些角度 那至於眼前的狀況 他跟巴基斯坦四仇 可是巴基斯坦是牢牢牢跟著中國大陸一起的 所以 這個角度 來講的話 那印度想在南亞稱雄 他也警覺到大陸發展的快速 而且未來 印度不管在人口在很多方面 甚至於會超過大陸 所以這一點的話 我個人認為在眼前的狀況 當然對現在的印度總理來講 他有選舉的壓力 可是對巴基斯坦來講的話 我不認為他們會把這個東西挑到了核武的 這個階段 你剛剛點到一點巴基斯坦是牢牢牢牢的跟 北京連在一塊 基本上他們是用鐵桿子交情可以這樣講 對 那我要問了 因為 如果有這樣的一個交情的情況之下 北京 在這次雙方互相擊落對方的戰績之後 他的說法是呼籲雙方克制 並沒有說挺巴基斯坦 另外在國際之間 也沒有譴責印度的身長沒那麼高 對於巴基斯坦來講 親和以堪 怎麼會這樣子 因為這個有一個室友嘛 室友是 巴基斯坦有恐怖 炸彈客 炸彈客 印度死了四十幾個人 但是印度的空間去轟炸 巴基斯坦 我知道而且不是轟炸克什米爾 是進去中巴經濟總統 直接大家領空啊 而且有人發現轟炸的地方都距離中巴經濟總統蠻近的 所以有人認為這個應該是跟美國打過招呼 就印度他要 進場轟炸 怎麼剛好就轟炸在 中巴經濟走廊就在要塞 非常近非常近 甚至還破壞了 馬路啦 這個如果沒有美國的默許 怎麼可能飛這麼近 去炸 因為你不一定要炸在你 你可以選擇很多點去炸 可是他選擇那些地方 所以我是覺得 有代表很多意義啦 那我覺得現在的國際衝突 不管你說 那個永和國家會不會開戰 甚至有人開玩笑說 這兩國都有選舉啊 民主國家怎麼會開戰 其實我覺得都有點過頭 其實老實講 從進入這個新世紀以來 所有的戰爭都在很快速的情況之下會 所以是 我們講大戰好了 就是美國這個打科威特 就把伊拉克推出去的波斯灣戰爭 到美國攻打伊朗 其實都是在三個禮拜之內知道誰贏呢 只是後續去追進解決問題 同樣的這種 我說的小規模的軍事衝突 包括將來可能的南海 都不會說 突然一下變成兩個永和大國之間就打起來 所以對於很多實際上的軍人來講 那個最不願意看到的就是 也沒爭打 但是自己犧牲了 就是剛好碰到這個 這個所謂 不管是臨時的政治 短期的政治目的 或是給對方一個訊號 或者是要傳達一個訊息給對方 或者擺一個戰略態勢 結果用了軍隊 可是呢 又是一用就收 那麼我覺得 我覺得對武力的使用啊 主事者領導人還是要謹慎為期 巴基斯坦的外長 第一時間就跟北京求援了耶 北京沒有立刻給予強而有力的支持 對 還叫他放人啦 對啊 你覺得 因為現在北京在很多國際之間 包括南美洲維瑞拉也是一樣 靠 靠北京叫他老大哥嘛 那這樣的一個看到這個巴國的這個狀況 會不會給其他國家一些覺得說 我跟你求援你都沒有立刻給我幫助 其實我覺得正亮兄應該也 也會同意我的看法啦 大國很怕 被尾巴咬狗啦 因為印度也是 印度也是大國耶 對啊 他被尾巴咬狗 不是我說 中國大陸不願意 因為跟中巴之間的這個 這個所謂鐵戈關係 結果你 你把我捲入跟中印之間的這個大勢 這個就好像 美國會不會為了台灣 然後捲進跟中國的戰爭 相反的意思 回來看也是一樣的道理 對啊 同一個邏輯 習近平這個時間點也剛好 我們剛剛提到了 不管是 在川境會後 或者是印巴衝突這個時間點 接下來美中的貿易 他也不願意去得罪川普嗎 可以這樣解讀嗎 我覺得是啦 因為他內部問題 經濟真的蠻嚴峻的 他要擺平內部 因為 不是傳出他前一陣子 召集了幾百個官員 講得很嚴厲的話 對 他說今年有很多問題都有那個 國安的威脅 事實上很少看到 中國領導人這樣處理問題 就把所有的官員 幾百個這樣找 然後很嚴厲的講 中央黨校審部及幹部 全部都走 就黑天鵝灰犀牛一起 一起講 一起講 其實一媽衝突 超過半個世紀了 簡不斷環亂了 這表給大家看 那如果雙方沒有任何要 升高衝突的意願 天鵝哥 重啟 和平的曙光或觀念又是什麼 暫時也都不會動 退到相當的境內就夠了 他也不打 他把 他已經讓那個 俘虜的人自己走過邊界 讓他回去了 他們原來要求他要接他 他不同意走過去 他已經有尊嚴了 而且 打了他一架飛機 而且也知道了這個 那印度嘛 你自己 他雖然想把他挑起來 轉移變為他選舉的助力 可是也沒有那麼大 因為 才高興的時候 去轟炸了 接著 指揮官被人家抓了 有點灰頭土臉 灰頭土臉 他們氣都很長 氣都很長 對 並沒有說因為我開戰了 掉了一架飛機 抓了多少人 然後我現在要去彈劾 就是停手而已 因為他們還在玩 後面還有 所以你也覺得 他們